大家你好,我的名字叫刘安瑞 這個弓還有這一把琴 是用來拉琴的嗎? 好,這一把弓要怎麼拿呢? 我們今天要來學弓弓 首先要先把弓拿好 所以呢,我們用我們的大母歌 看你想不想啊,你可以伸長 美國老師是叫我這樣,那台灣老師是叫我這樣直直的 所以看你們來講,你們想要哪一個都OK啦 好,那這個呢,是勾在這裡的 然後呢,是這樣,如果是美國老師是這樣 台灣老師就是這樣 美國,台灣,美國,台灣 好,我們現在要來學運功了 運功是這樣 你不能用到這裡 讓你看看跑步接近,然後下來 到,這樣 你要常常練習,你才知道要怎麼用 像這樣,如果我要拉這一首琴詞,我就這樣 懂了嗎?懂意思了嗎?就是要這樣 就是這種感覺 就是,如果你這樣齁 就拉不在對的位置 位置是在這裡可以拉 然後你如果那樣子,就可能會拉到這裡 然後拉到這裡 這裡,這裡是不行拉的 這裡也不行拉 就這一小小段 差不多 這小小段,就差不多這樣 就差不多影韻的這個 差不多很大 好 所以我們運功是一樣的,記得齁 好 那運功的就是要學好 如果還不 三 嗯 一到三的小朋友先不要拿琴 就先練運功好了 就先練魚刷 那四到七歲 四到七歲 加琴 的練習 然後 九到十一歲 才能開始拿琴 那請問你幾歲 嗯 五歲 但是我就可以拿琴 為什麼 因為我厲害 哦 那最後要不要表演一首你厲害的曲子給我們聽聽 嗯 大概就是很多曲 因為我有四個人破碗 嗯 挑一首啊 那你告訴我你要哪一首啊 哦 都可以 都蠻好聽的 來一首短一點的 不想聽太久 順便看一下琴的姿勢是怎麼樣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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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拜拜 我们今天就先到这个段落 我们下一次可能会再教一些曲子 或是再教一些东西 那这一次就先到这里了 下一次再说要讲什么好了 好拜拜 谢谢哦 拜拜